Hello 我是李莎叔叔 弹的很烂的片头音乐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台提醒我 今天是我在自媒体上创作的第1672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数字要提醒我 理论上不应该是个整数才要提醒我 但没关系 既然提醒的话 我就简单做个总结 就是做自媒体的这几年 我特别想要恳求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怎么支持我呢 具体细节我就不好意思讲 但是包括了转发 按赞跟留言 也是很好的支持 因为自媒体的平台的算法是说 这个影片他得到越多的关注 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影片 会继续的推荐给其他的陌生人 而反之如果都没有人理他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内容 他就不会理他了 就停在那了 那 不过我忽然想到就是你帮我转发 有时候 有可能变相帮我掉粉 这个要讲到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我常常在后台看这个数据 就是有时候我的 因为我的粉丝现在每天大家都 没上没下的 就是很微弱 那有一定会忽然掉一百个粉丝 我想说怎么搞的 原来是那一天的前一天 我有一个影片 不小心有了比如说五千个播放量 我就想 为什么这样的粉丝应该变多 为什么忽然变少了呢 再仔细想 哦 原来可能是 之前那些粉丝好久好久 一两年都没有刷到我了 忽然被刷到了 想说哦 该取关了 就取消关注了 所以 嚴格的说你帮我转发 说不定也会帮我 减少粉丝 但是我又想一想 这也不是坏事情 因为平台它还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它会观察你的粉丝的活跃比例 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万个粉丝 里面只有两三个偶尔理你 它就会认为你这是一个 不活跃的频道 反之如果你只有100个粉丝 但这100个粉丝里面有85个 每天都会理你 它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频道 我认为这里面 也会有一些加权加分的关系 所以 如果我往这个方面想 你帮我转发 导致让我的一些 对我没兴趣的粉丝取消关注 其实也是帮助我 好 那就转发吧 好 好 再来就是 呃 其实这四五六年 它的这个生态 是四五六年嘛 1672天 除以365是几年 生态其实有些改变 当年其实很容易做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做 所以我的 这些免费的教学 包括了零基础的 包括了一些进阶的摸索 以及我一些乱七八糟的改编 其实得到蛮多人的观看以及好评的 因为 这对他们确实是有帮助 因为一板一眼教学的老师实在太多了 像我这样乱七八糟 希望给你带来一些 启发的怪怪的大叔 比较少 所以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我觉得拍的更好 我常常看年轻人拍的影片 我都赞叹不已 又好听 又好玩 还幽默 还有教育意义 而且又很灵活 很自由 更讨厌的是 长得还又帅又美的 这真的是让人很生气 所以现在和以前的条件算是不一样 当年 我拍影片 我觉得算是比较拽 遇到有人骂我的 我就会骂回去 有时候还会说 你怎么不取消关注 跪回来上来看说 你怎么还在 他说 好好好 我走 以前比较拽 现在我可客气了 有人批评我就说 谢谢你的指教 谢谢你 我会继续努力 可见现在我的 那个架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的收入也比较好 因为做的这个事情很少 现在的话就 永远不如以前了 这个 也是可以理解了 所以 希望你能够继续支持 好 就这样 拜拜